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居武八雅居 第3236集 小子坏我大事 尊者死了?哪个尊者死了? 狄幽惊一不停,他倒是亲眼看到水灵地的尊者身亡 但是整个七角地却是有七位尊者的 阿森道 咱们火灵地的尊者 段海 杨开亚然 你看到了? 阿森汉手道 亲眼所见 杨开以握拳,暗道一生死得好 段海一死,那他的事情就无人知晓了 就算徐老那边复仇失败,七角地保了下来 到时候也没人会来找他的麻烦 不过若是能趁机离开这里的话 杨开也不想再继续留下来了 先后两位尊者身亡 可想而知那天外的争斗是有多么激烈 可惜自己如今实力不够,否则定要去看上伊肯 老方蝶忧与阿森不算熟悉 杨开与他虽然也不是太熟 但小姑娘心眼不坏 之前刚来七角地的时候,大家也有过几次接触 杨开对他的观感还算不错 如今躲在这房室内同舟共济,倒也是一场缘分 战斗的余波不断地扩散 暂时还没有补给到房室这边 死人躲在这里倒也相安无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有人来到此地 有各个灵地的杂役 也有身穿七色衫的七角地弟子 估计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如今整个七角地的大阵为人篡夺 其他地方根本不安全 只有这房室才是最后的避风港 杨开已经将七色衫脱了下来 换上自己平时的衣服,倒也不那么显眼 一场大战轰轰烈烈,十数日都没有停歇 躲进房室里的人越来越多 众人皆都胆战心惊 唯恐被殃及吃鱼 十几日后的某一刻 昏暗的仿式上空忽然一道光亮传来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那阴霾的天空似被谁给撕裂了一道口子 那光亮正是从口子中传来的 这真破了 不知是谁高呼一声 紧接着一道道身影朝那天空的口子持去 冲进口子中便消失不见 杨开等人对视一眼都是面色一喜 没有迟疑 一行四人催动力量随大流冲天而起 覆盖整个七角地的大阵果然破了 也不知道这些日子徐老催动大阵的力量太多 还是七角地强者们的手段太厉害 屏障不在 再没有人能够阻挡众人逃生的步伐 镜子出了七角地 杨开也不知道该去哪 反正门头往前飞就是 这个时候离开七角地越远越好 蝶忠老方和阿孙也都一言不发地跟着他 三人也是没有去处的 去哪里都一样 而经历最初的惊喜之后 蝶忠和老方都不禁陷入了茫然之中 他们两人从自己的乾坤世界中跳出来之后 便被引进了七角地 这么多年来从未离开过 如今侥幸摆脱了七角地 可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尤其是这么多年 两人还没有晋升开天 在这茫茫环宇之中 实力不到开天根本不够看 一连往前飞驰了好几日 沿途所过莫不是无尽虚空 没有参照物 一星四人也不知道此刻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便在这一时杨开忽然心有所感 惊喜之时扭头一球大惊失色 快跑 老方等人不明所以 扭头回望 一看之下也是脸色大变 只见后方一道红光 急速朝这边迟来 看到光芒的亮度和速度 来人显然是个开天竞强者 就是不知是极品开天了 可不管是极品开天 都不是现在的众人所能够抗衡的 众人一连掉转了好几个方向 但背后那道红光却如复古之躯摆脱不得 无论众人怎么变换方向都一直尾随不停 而且彼此间的距离也在迅速拉近 众人正急切间却听杨开一声惨呼 然后猛地停了下来 蝶忧大惊 你怎么了 赶紧跑啊 杨开苦笑不迭 跑不了了 之前察觉背后有人追击的时候 还不知道到底是谁 如今却是知道了 背后追来的人竟然是徐老 自己身上还有那飞天黑背无 方才倒映被那蜀功印记勒了一下 明显是徐老给自己的警告 再跑下去只怕连命都没了 杨开就想不通了 自己都跑了这么远 徐老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估计十有八九 也是那飞天黑背无的功劳 这玩意儿是徐老 圈养的奇虫 彼此之间应该有一些心灵上的联系 依靠这东西找到自己的踪迹 也不足为奇 不过徐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在七巧地 与那些尊者呀天军呀死战吗 这个时候跑过来 难不成是失败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杨开心中愤闷 却也只能站在原地等待 望着老方等人道 你们赶紧跑吧 老方急急道 你多保证 话落之时继续朝前持取 狄忧却是没动 杨开扭头望他 狄忧笑道 他是真想对我们怎么样 跑怕是跑不掉的 与你联手 说不定还有一战之力 这话说的杨开都不信 跑的话总还有一线希望 不跑的话 只能将生死交给徐老定夺 阿森也不知道是傻了 还是怎么的 看守道 我也一些 杨开无语 那边乡 跑出去没多远的老方 又飞了回来 站在杨开身边 愤愤道 这下被你们害死了 杨开失笑 说话的功夫 徐老已经飞至尽前 杨开一抱拳 正要问候一声 却见徐老一扬手 六合如意带寄出 灯头朝众人照了下来 下一瞬 眼前视野一黑 紧接着就被收进了袋子中 耳畔边传来老方的惊呼 什么情况 他连敌人长什么样子 都还没看清楚 就被收了进来 也压根不知道 六合如意带的玄妙 阿森道 好挤啊 这是哪里啊 蝶妙惊慌不已 谁 谁摸我 这是谁的手 杨开轻和一声 不好意思啊 不是故意的 大家都别乱动了 这地方就这样 忍一忍就好了 袋子里一下静静下来 谁也不敢乱动了 突然一声响亮的声音 紧接着一股恶臭传来 阿森甘吼道 谁 谁放屁啊 老方急忙澄清 老夫没有 蝶忧也道 不是我呀 杨老爹 你 杨开气坏了 是大将军 不管我的事 这蠢机 若不是不方便 肯定要抱锤他一顿 封闭的空间中 恶臭的气息 经久不散 众人连呼吸都不敢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窗凸显 杨开视野一花 忽然出现在一个奇特的空间之中 在这空间之内 阴阳五行之力颠倒 互相惊讶 给人一种极其混乱 甚至马上就要崩塌的感觉 这赫然是一处小乾坤 而且看样子 应该是徐老体内的小乾坤 小乾坤如今混乱不堪 说明徐老的情况好不到哪去 扭头望去 徐老气息虚弱的 潘膝坐在一旁 神色漠然地望着他 杨开连忙拱手 徐老 从外表上看 倒是看不出徐老受了什么伤 但争斗这么多日 不受伤是不可能的 而且杨开估计 他报仇的计划应该是失败了 否则也不至于出现在这里 真要是成功了的话 李当接管了七角地才对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报仇 最后居然失败了 杨开不知道徐老的心情现在如何 但肯定不会太好 所以说话都陪着小心 徐老定定地望着他 眼中种种复杂的神色闪过 好久才悠悠道 小子坏我大事啊 杨开一脸懵啊 徐老 这话从何说起啊 在七小弟 我可从未泄露过你的半点消息 徐老一探道 你虽没泄露 但飞天黑北五已经暴露了出去 短海只要沈腾摸瓜 用不了三五日 便能追查到本座的下落 十一 本座只能提前动手 这 杨开也是无语 小子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完全可以说是个巧合 短海和鱼链那边 想强夺自己的沐行之力 布下大阵施法 结果触动了飞天黑北五的进制 徐老有所感应 不得不提前动手 而从徐老如今的状态 和之前的话语来看 提前动手的结果便是失败 若能给我半年时间 又怎会出现如今这样的变故 徐老冷哼一声 杨开吞了口口水 一脸警惕地望着前方 那徐老想要怎样 杀了我 杀了你若能改变事实 本座又岂容你活到现在 早就动手把你杀了 只可惜老夫千年图毛 最后关头还是功亏一归 听闻此言 杨开心头一松 这是没有性命之忧了 只是如今又落到徐老手上 真是离了狼窝又入虎血 也不知未来会被他怎么折磨 心中憋屈得无以复加 早知如此干嘛要跑出来 留在七角地那边虽然前途晦暗 但如今自己也算是果园管事 手下一大批人 如今七角地又遭遇重创 正是急缺人手的时候 留下的话 搞不好能谋一个不错的出路 徐老又是一声冷哼 本座计划虽然失败 不过他们也不好 尊者死了大半 七角地众生 没有几十年的修养 别想恢复过来 那也不算毫无收获 杨开毫无诚意地恭喜一句 劝慰道 此番让七角地实力大损 徐老只需回去修养一阵 日后卷土重来 自能报仇血恨 卷土重来 徐老发出莫名的笑声 本座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杨开祈祷 徐老此言何意 本座将死 杨开一惊 怎么会啊 徐老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伤势 虽然杨开也知道他受伤了 但怎么也没想到伤势竟然如此严重 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的程度 徐老也不去跟他多解释什么 信手丢了一个东西给他 杨开接过 发现那是一块玉绝 忽疑道 这是什么 七角地总阵服饮 徐老淡淡道 凭此服饮便有机会掌控七角地的总书大阵 杨开听得心头一跳 虽然没有练话 但欲绝入手依然能感觉到其中的玄妙波动 心知徐老说的不假 这可能真的是七角地的总阵服饮 之前徐老能够篡夺七角地大阵 应该也是仰仗了此物 东西送给你了 你是丢了也好留也好 都随你心意 还有这种好事 杨开经意不定 从之前与徐老的接触来看 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 难道人死之前会变得善良不成 徐老道 本座已经没有余力去复仇了 不过日后你若是能有机会成长起来 可以拿着玉绝 去抢夺七角地 当有一线成功的机会 而且你放心 七角地那边想要更改大阵 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够完成的 最起码千年之内 这玉绝都是有用的 千年之后就说不准了 听他这么一说 迎开心中的疑虑倒是释然 徐老这是想要自己帮他复仇啊 总阵欲绝在自己的手上 气角地那么大的一块肥兽 若是自己能力足够的话 肯定会有所觊觎 也正因为这样 徐老才没有迁怒自己 否则早就把自己给杀了 如今就算他杀了自己 也不过是泄一时之分 留自己性命的话 或许还有复仇的机会 一念至此 杨凯连忙将玉绝收好 郑重抱全道 徐老放心 千年之内我必竟生开天 屑时这七角地我会回来的 不管怎样 这姿态肯定是要摆出来的 至于以后 要不要帮徐老复仇 那就看 有没有这个心情 和足够的利益了 虽然杨凯对七角地的观看 也不是太好 但在这里浪费的时间 毕竟不多 想要害他的人也都死了 彼此之间 还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徐老不置可否 估计也是察觉到了 杨凯的心思 但如今他性命无多 那杨凯也没什么办法 只是轻轻汗手 然后闭上了眼睛 这一闭眼 身上的气息便急速地衰弱下去 眼看着便没了生机 与此同时 这本就在崩溃边缘的小乾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瓦解起来 阴阳五行之力变得混乱不堪 杨凯急到 徐老 那飞天黑背舞 你顺手取回去吧 徐老根本没有回应 片刻之后 小乾坤彻底崩溃开来 杨凯事业一花 出现在一片虚空之中 面前不远处 徐老盼析而坐 可惜身上 确实没有半点生机了 杨凯伸手试探了下 他的鼻息 发现徐老确实已经死了 顿时头大 盗印之中的飞天黑背舞 是徐老圈养的 也不知徐老死了 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站在原地警惕了好半天 也没有什么反应 杨凯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盗印之中 有那样一个东西 杨凯实在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之前还有徐老制约 如今徐老也不在了 万一哪天 那飞天黑背舞 失去了控制 在自己的倒印中 为所欲为 自己只怕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杨凯甚至怀疑 徐老临死之前 给飞天黑背舞 下了什么指令 万一 日后自己没去七小弟 替他报仇 便会发动之泪的 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否则 徐老留自己的性命干嘛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第3237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武恋巅峰》 《武恋巅峰》 感谢注 你祝福真有算得到嗎